大家好,CBA近日迎来了一场巅峰之战,也是惊越对决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充满了恩怨,不管何时 哪怕北京再落魄,广东再强盛 两支球队的对话,他绝对是要打出火花,甚至是拼出血的 双方本赛季的前两次交手的时候呢 北京队当时由于都是刚经历了换帅的动荡期 所以说打的并不好,也是被广东轻松拿下 但是现在看起来进入第四阶段的比赛 随着雅尼斯的到位,北京队越来越趋近于完全体了 本场比赛缺少了翟小川,也缺少了一剑连 两支球队呢都缺少了自己的核心王牌 但是很显然上半场还是拼得非常激情 北京和广东打成了41比43 北京队暂时落后广东两分 但是不得不说广东需要提高警惕了 因为广东上半场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那就是赢了比分,但是输了节奏 整体的比赛节奏完全在北京这一边 而广东队确实是依靠了超强的团队配合和阵容深度 暂时取得了两分的优势 但是打北京队你这两分的优势相当于没有 而且这场比赛或许可以看到 广东这场比赛是被北京限制的非常严重的 而辽宁队可能可以从北京的防守身上 找到一些击破广东的绝招 本赛季打到最后很多人还是认为 会是辽宁和广东之间的巅峰对话 那么辽宁应该看一看这场比赛 北京是如何限制住和封杀住广东的 他们做的第一点就是上半场直接掐死了 北京队和广东队的超级双万元 也是全联盟最强的外援组合 马尚布鲁克斯与威姆斯 整个半场比赛 马尚布鲁克斯居然是六投二中 只拿到了八分和四个助攻 表现很一般 威姆斯的效力则是更低迷 整个上半场他就出手三次命中了一个球 拿到了两分三个篮板和三个失误 广东双万元半场加起来就得了十分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纵观全联盟 没有任何一个球队 可以说在半场比赛当中 把广东的两个王牌限制到加起来拿十分 广东这场比赛的其他国内拳打的确实不错 任俊飞砍下八分 徐杰和胡明轩各自拿到七分 但是广东全队半场没有一个人得分上双 这正是北京防守策略带来的结果 全力封杀广东双万元 可以让他们带动国内拳 让他们的国内球员们得更多的分 但是绝不允许这两个万元打得爽 北京的这个防守策略 在半场来看绝对是成功的 这么说吧 全联盟恐怕也没有任何一支球队 能够说在半场把广东限制到只拿43分了 这就是北京恐怖的地方 第二点 他们直接击碎了都风的五上五下体系 原本第一节都风还在玩五上五下 但是第二节 北京队是抓准了广东队后卫的这个烈士 一直在利用错位换防之后的这个身高优势 碾压广东的后卫 直接导致都风提前换人 当时眼看赵锐的表现不好 杜丰直接单换人了 没有在玩什么五上五下 胡明轩单换赵锐 胡明轩上场之后的效果那确实是不错 但是与此同时你也得承认 确实是这场比赛整体上来说 当胡明轩和赵锐进行单个轮换的时候 广东的这个五上五下体系 就被他们自己给舍弃 自己给抛弃了 而全联盟恐怕广东是唯一一个能够说 北京是唯一一个打广东能够说打到现在为止 直接让对面放弃五上五下的一个球队了 广东打辽宁的时候都是在坚持五上五下 但是打北京他们没有这么多 都风开始对位单换人了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整体上 其实上半场双方的差距主要是在外援方面的差距 北京队的外援吉普森就拿了一分 另外一个汉米尔顿拿了四分 广东的双外援拿了十分 而北京队上半场就落后了六分 可以说整体上北京的外援要是打得再好一点 他们还是有可能领先的 这也是辽宁应该借鉴的一点 其实你打广东这支球队的话 面对他们的特殊防守策略 这支球队北京队破解的是非常出色 广东上半场是拿出了压箱底的东西 都风很清楚 打北京这个恩怨死敌 不拿出所有东西来 别想那么轻松的赢北京 他在上半场不仅拿出了五上五下 全场紧逼 而且各种各样的防守策略 基本上都用出来了 这样的情况下限制住了北京的双外援 但是没有限制住北京的两大骑兵 一个是拿到十一分的刘小雨 一个是拿到十一分的朱燕熙 北京也是抓住了北京的广东的防守弱点 而且另外一边 北京还做到了一个点 就是把周鹏和任俊飞 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个给打下去了 把他们打下去之后 广东的防守体系就会出现一些破绽 这两个人少任何一个 北京广东的防守体系 都没有之前那么无坚不摧了 所以说这三点应该是辽宁可以借鉴的 一个就是把广东队两大核心给打下去 一个就是掐住广东的双外援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们这场比赛 确实是打破了杜丰的五上五下体系 让比赛的节奏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而广东或许应该通过这场比赛来提高警惕 北京是绝对有下课上威胁他们的实力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